星河在哪里 独唱、乐队合唱、快板表演 广州白云站三楼后车大厅踏起舞台 一个个节目轮方上演 吸引不少后车的旅客围观 旁边写春暖的摊位更加热闹 多位书法家在现场写福字送给旅客 方生今天坐高贴花武汉过年 特意拿了个福字 第一次到白云站 大气 而且个人感觉特别新颖 让我们到这儿坐火车感到一种很便捷 很方便的感觉 有书法家还在现场搞起艺术创作 这个福字融入卡通龙元素很受欢迎 传统的福字它就更加年轻化 然后它跟农年结合也更加有意思 临近中午后车大厅的旅客越来越多 不少身着绿马甲的志愿者在其中穿梭 为旅客提供帮助 主要是这个站的方位问题 一般占地面积比较大 空间比较开阔 很多旅客都是第一次过来 所以需要给他们指引不同的方向 在白云站内有24个花瓣灯柱 它们不单只是起到美观的作用 每个灯柱有两个充电口 供旅客免费充电使用 如果有其他需要也是去到远处的 综合服务中心寻求帮助 春运期间 廣州白云站预计发送旅客100万人次 其中今天预计发送旅客4.3万人次 广州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084.6万人次 高峰期单日发送旅客预计将会超过38.8万人次 为了让旅客体验更美好 主要是一是在最大限度的开通的近站和安检通道 方便旅客快捷征战 第二是开展了车站深度保洁 在洗手间配备了大盘子洗手液和自动开手机 谢谢